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子血液投诉客栈 蟒蛇凸现房内 近开口要借袖鞋 寒风淋冽 李巧云早早插上门 在屋里陪眼忙的母亲聊天 16年前 父亲李老汉去捕鱼 在河边发现了他 当时他大约有两岁 带回家后给取了这个名字 如今父亲李老汉已经去世两年 母亲逢是年轻时两眼就忙 李巧云每天都要逗母亲开心 娘俩聊了一阵 他扶着平时躺下 夜好后轻声说道 娘 你先睡吧 我再知会补 逢时躺下后 嘴里叙叙叨叨 巧云啊 记住 你左耳后面的那颗痣 就是你以后跟亲生父母相认的记号 李巧云坐在织布机边 拿着个破旧的波浪鼓看 这个波浪鼓是捡踏时身边唯一的东西 下端的饼是圆木白色 上面的鼓面被涂成了红色 两根线上的小木球却是一红一白 看了许久 将波浪鼓放在一边 他开始埋头织布 这是他们娘俩现在唯一的收入来源 今天晚上织完这皮布 明天就要去送给人家 织完布后 已经过了四更天 他简单睡了一阵 服侍娘吃完饭 自己拿着布出门 他自己没有织布的条件 只能给人家织 挣的是辛苦钱 等把布交给人家 拿着到手的工钱 他买了一点熟肉 无非是积碎和下水 抄进道匆匆回家 抄进道 需要经过一片树林子 这片树林子里 全是歪脖子鱼树 长的歪七扭八 下面荒草丛生 眼看就要走出这片鱼树林子了 他看到荒草里躺了一个人 这人大约四十岁来岁 大冬天穿的衣衫单薄 躺在地上瑟瑟发抖 脸上全是痛苦 李巧云暗暗奇怪 天者魔朗 此人却只穿着贴身衣物 但又不像是穷人 他经常给人织布 一眼就看出这些衣物料子不凡 根本不是寻常人能穿得起的 那人在草丛中也看到了李巧云 伸手抓住他的袖鞋 嘴里发出哀求 救命 快冻死我了 快饿死我了 说完后就全身抖成一团 冷湿一方面 看样子还受到了惊吓 李巧云努力抽回脚 思索了一阵 决定把这个人带回家 既然碰到了 就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在这里冻饿而死 可他是个姑娘家 对方是个男人 他总不能背着吧 就劝说了一阵 这人强打起精神战气 跟着他一起回了家 到家后 冯氏一听 自己家闺女在半路上捡了个人 再一听对方是个落难之人 当下就说道 天哪 这魔冷的天 一个人躺在那林子里 可怎么了的 快找点衣裳给他 李巧云找来了爹以前的衣裳 那人穿在身上后 不由分说抓住了李巧云放在桌子上的肉 胡乱就像嘴里色 你慢些 你留一些 那是我给娘买的 李巧云嘴上阻拦 手上却没有动作 逢时白手示意让对方吃 眼看着肉被对方吃光 李巧云有些委屈 那可是他给娘买来的 他都不舍得吃一口 这人饥口就吃了个尽光 你哪怕留一点也行啊 吃完肉 他又咕咚咕咚喝了两碗水 这才回过神来 看看这个家 再看看李巧云眼里的委屈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垂着头不敢看这娘俩 罢了 既然带他来了家里 既然他都把肉吃光了 自己再去责怪他 还有什么用 李巧云转身去给娘做饭 看着他端来的稀饭和窝头 那人似乎非常内疚 此时身上也不再颤抖 他正色看向房氏和李巧云 李巧云被看得茫然 同时还有些不舒服 不料这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让他措手不及 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下刘红尘谢过姑娘救命之恩 以后必定会有回报 李巧云跺脚 你快点起来 一个大男人 你贵神魔贵 刘红尘起身打量这个家 一眼就能看出来非常穷困 如此穷困的一个家 家里只有个姑娘和一个眼盲的娘 却能出手救她 这让他非常感动 不过他此时身无分文 说什么都是白大 逢是边吃饭边跟他闲聊 李巧云则又去针线活 本来就在一间屋里 能听到他们的聊天内容 刘红尘说他是个生意人 天冷了 他到这边是来收账 让他莫想到的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被一帮贼人给盯上了 收完账后 他的前拳被对方抢走 就连身上的那些衣服也被抢走 想来是因为料子不错 他一个人穿着单薄的衣裳 被丢在荒地里 不变方向 差点动 死在那片树林子里 幸好遇到了李巧云 房氏听得十分气愤 骂那帮贼人太过狠心 刘红尘泽走到李巧云身边 面红耳赤 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显得及时为难 李巧云叹了口气 因为他知道对方想干什么 你也看到了 我们家可是穷 给人家织布 刚赚了点钱 一半给娘买了吃食 却被你给吃了 还有一半 给你当盘缠吧 刘红尘正是想借盘缠回家 听后激动万分 钱的却是不多 但他知道 这是李巧云娘俩全部的钱 连条蛇都舍不得赶走的娘俩 真是好心人 就在此时 他眼睛盯向了织布机 原始木齐星的生意 做得真魔圆 波浪鼓都卖到这边了 什么原始木齐星 李巧云感觉不解 这才明白 他盯着看的是 自己那只波浪鼓 仔细一想 赶紧小心问道 你认识这波浪鼓 刘红尘点头 当然认识 我们家乡原始木齐星的招牌 这些颜色错不了 李巧云陷入沉默 一直以来 他无数次地想过 自己的家乡会在哪里 但被捡时他才两岁多 根本不记得 假如这波浪鼓是刘红尘家乡的 那自己是不是原本也是那边的人 刘红尘看的面色大变 就问是怎么回事 李巧云却没有说明 刘红尘便也不再多问 结果钱再次败谢后便离开 李巧云却没有了织布的心思 正看得出神 娘的声音传了过来 巧云啊 既然知道了地方 可以去找找看 他猛收回心思 刚才刘红尘的话 显然也被娘听到了 找什么找 我亲娘就在这屋里坐着呢 逢是听得笑 你这个傻孩子 娘还能活几年 你总不能对这件事 纠缠一辈子吧 你不找 一辈子都会在心里 接着这个疙瘩 就算是找到了 难道你就会抛弃娘了 李巧云恍然大悟 是啊 既然知道了地方 不找找看 自己终究不会安心 娘说得对 就算是找到了 难道自己会抛弃娘吗 当然不会 就当是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也弄明白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问题是 自己如果去寻找家里的娘怎么办 而且自己是个姑娘家 出远门 会不会惹出什么麻烦 相比起她的顾虑 房事却要果断的多 她不断给李巧云鼓励 如果觉得一个姑娘 嫁出门会惹麻烦 那就装扮成个男的 脸上抹得脏一些 尽量少跟人说话 这件事早晚要做 她想趁着自己还活着 得到女儿找到亲生父母的消息 现李巧云仍然坚持不去 房事甚至动了怒 如果因为她眼盲而拖累的话 她可是会做出 让李巧云大吃一惊的事 李巧云无奈 她的却是担心娘眼盲 一个人在家不放心 见娘如此坚持 她终于做出了决定 刘洪辰所说的家乡 离这里只有三百里路 自己跑一趟 找到找不到 就当失了了这次的心愿 娘以后也不会再因为这件事 逼自己 如此 她便动身开始寻亲 出发前 特意给娘留下了吃食 还求邻居多往自己家里跑鸡汤 她之前喜欢帮助别人 而且她自小便是捡来的 村里人都知道这件事 现在她要去寻亲 大家都支持 照顾逢侍的事 不用她担心 还给她凑了一些盘缠 带着这些盘缠 又换上了爹以前的衣裳 把脸上抹葬后出发 走至那边榆树林的时候 她看到一群乌鸦围着个树洞 不停向里边捉 她本来都走过去了 突见树洞里 探出一个三角脑袋 原来是一条蟒蛇 在里面冬眠 饿极眼的乌鸦 想掏出来吃掉她 蛇虽然大 可是这时候天气寒冷 根本不是乌鸦的对手 她思虑再三 觉得蟒蛇也是一条性命 所以就过去把乌鸦驱散 又用泥土把树洞给封住 这才接着赶路 她就是随手做了这摩一件事 赶路时就忘了 人海茫茫 而且事情过去了十几年 当年因为什么原因 而导致她一个人躺在木盆里也不清楚 直接找人打听嘛 如果涉及原家里的秘密 外人是不会知道的 到地方后 她一直寻找了一个多月 她却连一点头绪都没有 她也去了原始木器行 人家非常确定 就是他们家做的波浪谷 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 且买者众多 也不排除外地人到此处来买给孩子 哪里能凭着这个东西找到亲人 仔细想想也是 如今能做的都做的 实在找不到 而且都快过年了 家里的娘也不知道怎么样 该回家了 既然决定回家 她换回了女儿妆 不过天宫不作美 开始下大雪 北风怒吼 天上的雪花 北风吹得大旋 天地间一片白茫茫的 临近天黑时 她夺雪站到了一家客店外面的屋檐下 恰好边上有位夫人 好像在等人 她便有一句末一句 跟这位夫人聊天 听她说到这边 来是拿波浪谷寻亲 夫人看过波浪谷后 似乎很惊讶 仔细打量了她几眼 正要说话 有个壮汉到了夫人身边 夫人显然就是在等此人 见她来了 就轻声叫哥哥 并且说了李巧云寻亲的事 壮汉文言也颇为吃惊 不住打量李巧云 李巧云虽然一直低着头 还是能感觉出壮汉一直在打量自己 这个正是倒是不讨厌 这个壮汉则不然 一脸横肉 看着让人恐惧 片刻后 夫人一拍巴掌 自称自己姓正 看李巧云寻亲不容易 而且天也晚了 还下这抹大雪 不如先跟自己走 正是突然这抹热情 倒出了李巧云的预料 风雪真的越来越大 但她想了想 还是拒绝了正式的邀请 因为她莫来由 害怕正是身边的壮汉 正是正想再劝 李巧云闪身进了客店 说自己今晚就住这里 正是脸色变得很难看 站在门边思索起来 李巧云要了最差的客房 静止上楼进入房间 这时候从下面一间房里走出了一个人 小二赶紧弯腰 称这人喂留员外 留员外瞪了她一眼 让她在这里叫自己掌柜 小二忙不迭改口 留员外这才背着手到了门边 看着外面的正式说道 外面这磨冷 且下着大雪 嫂子站在外面干什么 正是笑了笑 说自己想看看雪便不再言语 留员外则随意坐在了一张桌子边 壮汉跟店小二在聊天 他听到了机句 壮汉在询问刚才进来的姑娘 住进了哪间房 他当然认识壮汉 那是他哥哥的大舅哥 这次跟着自己哥哥和嫂子 一起到这边老家来住基田 他打听人家一个住店的小姑娘 干什么 想着这些 留员外暗暗不悦 可他又不好说什么 索性上楼而去 进了李巧云房间隔壁 那是他这个掌柜的专用房间 客房中的李巧云睡不着 拿出波浪鼓看了一阵 最后又放回包袱中躺下 一直以来 他的却存了寻亲的心思 倒不是为了别的 就是想知道以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现在寻而不着 以后就再也不着了 反正自己努力过了 这次来还是乡亲们给凑的盘缠 他的条件也不足以支撑他第二次寻找 一直到了三更天后 他迷迷糊糊刚睡着 突然听到屋里有响动 睁眼一看 直犯迷糊 怎么树洞里那条大蛇会出现在这里 这大冬天的 他根本不该出现 蛇盯着他说道 你将有大祸 请借我休息一用 看见对面的窗户了吗 你需要 李巧云猛睁开眼睛 这才发现做了个梦 不过这个梦太过奇怪 思索很久后 他还是拿起了袖鞋 打开窗户 对着对面窗户扔了过去 片刻后 他的窗户被推开 一个人从外面跃窗而入 手里还握着他的袖鞋 看着进来的这个人 李巧云十分震惊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一个姑娘家 袖鞋很重要 可是他选择了相信舍 但让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从窗户进来的人 正是他曾经救过的刘红尘 刘红尘就是这家店的掌柜 李巧云住店时 他并没有看到 李巧云上楼进入房间后 他才从下面房间中出来 因此给错过了 不过 他听到窗外响后 看到秀邪 马上就过来了 因为他快冻饿而死时 抓的就是李巧云的秀邪 此时他顾不上多说 拉着他到了墙边 里面有个家道一样的暗示 他是这家店的掌柜 寻常住客根本不知道 这里有暗示 带着他躲进去后 他在李巧云耳朵边说道 听我的别之声 你惹了大麻烦 外面有人要抓你 李巧云直到现在仍然是猛的 外面有人要抓自己 谁要抓 魏师墨抓 刘红尘 魏师墨会在这里 这时候 隐约听到外面传出响动 还伴随着人们的说话声 还真有人闯进自己的房间 暗示有一些隐蔽的透气孔 从外面看不到里面 但从里面却能看到外面 他顺着透气孔望出去 灯光下有几个大汉 其中一个他认识 正是白天跟正式见面的壮汉 房间不大 那些人找不到人 便悄悄离开 刘红尘这才松开了 捂着他嘴的手 带着他走出暗示 刘红尘低声说道 安人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李巧云上末说话 刘红尘又焦急说道 这里并不安全 如果你相信我 就跟我先回家 李巧云此时一场慌乱 按道理说 他不该在深夜跟着个男人走 可是那些寻找他的壮汉 显然不是吃素的 不走的话 万一那些人再遮饭回来怎么办 另外在这里所有人对他来说都是陌生人 唯有这个刘红尘不陌生 毕竟自己救过他的命 思来想去 他拿起了自己的包袱 对刘红尘重重点头 刘红尘带着他翻窗而出 从客店后门出去 带他上了一辆罗车后出发 走了将近半个时辰 罗车停下 李巧云看到一片大宅子 这是我家 你先躲着 等天亮后 我弄明白情况 再想办法送你走 刘红尘将他带入一个房间 这才正乱 正义山普通 跪在地上说道 安人是到这边来找我 怪我回来后只顾报仇 寻找那些个贼人 没去及时报恩 李巧云听得无奈 这一声声恩人叫得他不舒服 另外怎么就是来这边找他呢 自己当初救他并不图什么回报 又怎么会特意找来让他报什么恩 切莫再说这样的话 什么恩人不恩人的 叫得让人不舒服 刘红尘起身后刚要说话 突然听到另外的房间 有人叫喊 声音很大 他一脸无奈 小声解释 我的包兄 他出了点问题 你先在这里休息 我去去就回来 刘红尘出去后 李巧云在屋里等得十分后悔 出来时 他想过会有困难 也想过可能会有危险 可是他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困难 自己找了许多天一无所获 眼前的危险究竟为时末而来 他还是一头雾水 自己只是跟正式谈了机具 他让自己跟他走 看着很热情 但跟他在一起的壮汉 为时末要半夜三更 带人去自己的房间抓自己 他只能胡乱猜测 至于真实的原因 他想破脑袋 也想不明白 幸好大蛇脱梦 使他遇到了刘红尘 救了自己出来 要不然 自己在睡梦中 被那壮汉带走的话 会发生什么 天将亮时 刘红尘才过来 他一脸愧疚 我包兄多年前出了点事 所以一直有些疯疯癫癫 不过他不是坏人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李巧云这才说了事情缘由 刘红尘恍然大悟 原来是过来寻亲 他马上打包票 这件事他来帮忙 不过 眼下他还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要做 在客店时 他看到正式的哥哥 向小二打听 李巧云住在哪个房间 自己心里不迟 却没有太过在意 直到袖鞋在窗户出现 他才知道可能是李巧云 这袖鞋他永远记得 不过他不明白 正式的哥哥 为师母要抓李巧云 他到这里寻亲 惹到这些人了吗 所以他仔细询问 李巧云是怎么惹到别人的 李巧云一脸莫名其妙 就把在客店外发生的事说了一下 刘红尘听得更是一头雾水 正想的出神 房间门被踢开 一个人疯疯癫癫进来 嘴里还喊着 红尘啊 哥哥要出去 哥哥不想在家里闷着了 李巧云吓了一跳 刘红尘一脸内疚 赶紧拉住来人说道 这就是我包兄刘红尘 小云姑娘不要怕 他不是什么坏人 不料他的话刚说完 刘红尘突然挣脱了他 一个剑步到了李巧云身边 伸手抓住了他 吓得李巧云失声尖叫 苏尔 你怎么来了 苏尔 我想你想得好苦 李巧云吓得全身颤抖 刘红尘赶紧过来 拉自己兄长 哥哥 我不是说过 有个姑娘救了我吗 这就是那个姑娘 哥哥你放手 什么苏尔 人家姓李 叫巧云 刘红尘突然松手 脸上全是痛苦 并且狂笑 是啊 是啊 苏尔早就不在了 怎么会出现呢 怎么会出现呢 刘红尘黯然 自己兄长以前 那是多么聪明的人 就因为一个女人 竟成了这样 他没有见过那个女人 却一直在想 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 竟能让哥哥 思念了这么多年 李巧云吓得不轻 连连后退 包袱掉落地上 里面的波浪 鼓掉了出来 他赶紧弯腰去捡 你别动 刘红尘一声大喝 吓得李巧云不敢动他 刘红尘无奈想要说话 你也别动 刘红尘又是一声大喝 然后他过去慢慢捡起了地上的波浪鼓 低头仔细打量 刘红尘赶紧解释 巧云姑娘到这边是寻亲 多年以前 他被人捡到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刘红尘抬头看着李巧云 眼里的泪却不住 啪啪向下掉的同时 突然就去抓李巧云耳朵变的头发 姑娘多少年前被人捡到 左耳后面可有痣 李巧云惊呆了 自己耳朵后面的痣 他是怎么知道的 刘红尘也茫然不知所措 看着自己兄长 他哪里有半点疯癫的样子 看着李巧云左耳后面的痣 刘红尘说道 那是十六年前 你母亲乘船和你父亲一起回老家 因为你叔叔还没有见过你和你母亲 船到一处靠岸时 你那贪婪的爹要去谈一笔生意 便让你娘带着你先出发 结果 结果传毁人亡 只有他的婢女活了下来 刘红尘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件事他当然知道 因为内疚 从那个时候哥哥就变得疯疯癫癫 难道李巧云是自己的侄女 李巧云不知所措时 刘红尘发出一声嚎叫 我苦命的女儿啊 这磨心年可苦了你了 爹找你找了十几年了 我的女儿啊 刘红尘抱着李巧云嚎啕大哭 李巧云也觉得委屈 眼泪不住向下掉 刘红尘却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可能 怪不得哥哥一见李巧云就喊素儿 那是以前嫂子的名字 嫂子出意外后 他的婢女一直在照顾哥哥 后来也就成为了自己的嫂子 而这个婢女就是郑氏 郑氏的哥哥要抓走李巧云 李巧云跟郑氏说过 自己拿着波浪鼓到这里寻亲 这是巧合吗 他拉着已经完全恢复正常的哥哥 小声说了几句话 刘红尘惊骇看着他 不过片刻后就冷静下来 兄弟二人开始跟李巧云说话 商量完后 刘红尘带着李巧云悄悄回了客店 正午时 李巧云从客店里出来 刚走没几步 突然有人赶着马车到他身边 不由分说将他拉上马车 直奔城外而去 城外一处破旧的院子里 李巧云被人带下马车 正是正在里面等候 李巧云不解 看着正是 以及他身边的壮汉 正是仔细打量他一阵 然后冷笑 当年你娘带着你和木盆挑合 没想到你竟然活了下来 你不该来寻亲的 哈哈 李巧云冷冷打量他 正是十分恼怒 对着他吼道 跟当年你娘一个样子 我不再是他的婢女了 我是刘夫人 我才是刘夫人 正是你真是好手段 正得意的正是 听到声音 如同被人定住的木偶 而刘洪荀和弟弟带着人 已经将这里围住 说话的正是他 正是看着刘洪荀 全身颤抖 他自己把当年 做过的恶说了出来 这下还怎么辩解 刘洪荀一句话都没有跟正是说 便让人带走了他 他再不想看到 这个恶毒的女人 正是伙同他的哥哥作恶 自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刘洪荀不放 自己女儿回去 李巧云 却舍不得家里的娘 最终想了个折中的法子 把娘接来同住 刘洪荀见女儿 刘洪荀 如此孝顺 当然欣然应允 带着十倍之资 一一送给那些 给李巧云凑盘缠的乡亲后 又把眼盲的冯氏接了过来 刘洪荀再没有去外地 两年以后 李巧云昭续进家 在叔叔的帮助下 开始做生意 由于李巧云为人和气 修巧扑路 其家建成当地大户 被人争相称赞 诸位 李巧云是个苦命的幸运人 其人生可谓是一搏三折 他原本生在大府之家 其父刘洪荀 在他出生前就已经做生意 积攒下庞大家业 但本来该是千金小姐的他 却因为别人的嫉妒 导致亲生母亲残死河中 自己也流落到穷苦人家 靠着织布养家糊口 受尽人艰苦难的他 寻亲时遇到危险 最终在刘洪辰的帮助下 成功跟赴亲团聚 从此生活发生逆转 如果当初他没有救刘洪辰 那还有后面这些诗吗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小寡妇制斗无赖 一个泼皮无赖 仗着自己有些本事 白手起家 创下了不小的家业 有钱之后 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 让人莫想到的是 不可一世的无赖 竟然败到了一个寡妇的手里 这就是咱们要说的故事 小寡妇制斗无赖 故事开始的时候 孙二狗正在自家的大院里 喝着小茶晒着太阳舒服着呢 这时候 他的管家马三跑来说道 狗爷 你乡中的那个小寡妇 我帮你打听到了 孙二狗听后 立马站起身来两眼放光底说道 那小美人住哪里 叫什么名字 马三立马说道 狗爷 那小寡妇叫兄娘 住在咱们邻村的李家庄 是李铁手的媳妇 不过李铁手这小子没有厌妇 前几年 在抓捕一个亡命徒的过程中和那歹徒交手后 两人不幸坠入山崖 至今生死不明 估计早就挂掉了 那小寡妇苦苦的守在家中 还等着她丈夫归来呢 孙二狗听马三说完 立马朝马三头上打了一下喝道 你小子会不会说话 什么小寡妇小寡妇的 过不了多久 她就是我老婆了 你得叫狗夫人了 不对是叫孙夫人 马三听后立马殷勤地说道 对对对 狗爷说的是 是孙夫人 不过虽说李铁手已经没了 但绣娘还有一个儿子 如今都十多岁了 狗爷有办法能降服住这小家伙吗 孙二狗听后笑着说道 狗爷我什么世面没有见过 别说一个十多岁的毛头小子 就算是李铁手来了 老子也不放在眼里 老子看上的女人 莫人能逃出我的手心 这有的看官就疑惑了 为师母孙二狗这磨狂妄 难道他是县老爷的小舅子 还是有什么吓人的背景不成 其实都不是 孙二狗之所以能够这磨狂妄 还是因为仗着他高超的无意 孙二狗从小就莫了父母 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经常受到村里小孩的欺负 有次他被几个孩子欺负之后 让一个老叫花子给救了 从这之后 孙二狗就跟着老家花子讨饭去了 村里人本想着再也见不到孙二狗了 没想到一晃十几年过去之后 孙二狗又回来了 而且也不是什么叫花子的形象 原来当年把孙二狗救的叫花子是丐帮的 他也不是好心的救孙二狗 而是给自己招收一个潜在的帮手 因为当时的丐帮老帮主去世 群龙无首 以老叫花为首的乞丐 和另一个乞丐为了争夺帮主之位是名争暗斗 都在扩大自己的队伍 老叫花就走孙二狗 也并不是让他去讨饭的 而是教他武艺让他做自己的打手 从小宝受欺负的孙二狗 练起武功来是非常的刻苦 一心想着自己练好了武功 看以后谁还敢欺负自己 之前欺负自己的人 以后定会找他们讨回公道 在老叫花子的教导下 孙二狗的武艺进步非常的快 而且孙二狗小时候 受到同村小伙伴欺负的时候 经常会拿些小狮子在暗中扔他们 时间长了 这扔狮子的准头就非常的准了 不过现在自从自己练武以后 就不再扔狮子了 而是改扔飞刀了 小小的飞刀 在他手里变得是异常的灵活 尝了孙二狗的绝技 也是靠着这飞刀绝技孙二狗 帮着老叫花拿下了盖帮帮主的位置 孙二狗也成了下人帮主的人选 不过好景不长 乞丐以前都是以讨饭为主的 但自从老叫花子掌管盖帮之后 仗着他门人多失重 不再讨饭 改为抢饭了 让孙二狗带着一帮乞丐 看谁家的生意好 就往人家门口一站 意思就是拿钱出来 不然你这生意也别想做 起初还有掌管的根本不再一击个臭乞丐 想找人把他们赶走 但都被孙二狗的飞刀绝技给震住了 不得不乖乖地拿出钱来 孙二狗因此也得了一个外号叫飞刀狗 孙二狗本以为自己会靠着丐帮改变命运 走向人生巅峰的 但城里的商家联合 把他们给告到了衙门 县老爷知道此事之后 大魏震怒 调来重兵把城里的乞丐全给抓入大牢关了起来 孙二狗也不列外 当时把他抓入大牢里的还是李铁手呢 老叫花也逃得不知踪影了 在牢房里关了三年 被放出来之后 孙二狗以为城里没了自己的容身之地 让人莫想到的是孙二狗出狱的时候 城里的好几个掌柜都来迎接他 最后孙二狗才搞明白怎么回事 原来这些掌柜都看中了自己的本事 都想请孙二狗给他们店面撑腰 震慑一些前来的捣乱的混混 不用每天都来店里 只是店里出事的时候 出面震一下场子 而且每个月都许诺给不少的银子 孙二狗没想到 因为这次坐牢还因火得福 得到了激愤不错的工作 连忙就答应下来 经过今年的发展 孙二狗在城里积攒了不小的家业 自己在老家也盖起了大房子 学住城里有钱人家也招了一个管家 给他搭理家务 这管家就是小时候 经常欺负孙二狗的马三了 不过今日不同往日 孙二狗不仅有钱 而且一身本事 打得自己根本找不到北 马三是心甘情愿给孙二狗当管家的 孙二狗的名字在村里也是出名了 整日手里拿个飞刀把玩 看谁不顺眼就一刀飞过去 把人给下个半死 孙二狗最喜欢的是找以前欺负过他的人 让他站在五十步之外 头上顶个酒坛子 而且里面装的都是高度的烈酒 他一刀飞过去 人家头顶的酒罐坛子就应声而碎 里面的烈酒散落一脸 下面的人受到惊吓 加上烈酒的双重打击 一般都会大兵一场 而孙二狗对此却是乐此不疲 周围几个村的人 谁见了他都得叫生狗爷或者刀爷 这让孙二狗十分受用 前几天的时候 孙二狗带着马三在街上溜达的时候 正好碰到上街卖菜的秀娘 孙二狗顿时让秀娘的美色给迷住了 立马上前去搭讪 秀娘见孙二狗 眼光猥琐 语言轻浮 一看就是浪荡公子 也没有理他收拾摊位急匆匆的就走了 马三见状就要把秀娘给拦回来 可让孙二狗给拦住了说道 狗爷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美女 不过像刚才那位这么清纯的狗爷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你马上去打探这小娘子的消息 狗爷单身这么多年也该成个家了 马三听后心中暗道 这单身狗也终于要成家了 立马就去打探秀娘的下落了 再说秀娘也是苦命的女子 本来嫁给李铁手生活得挺幸福的 而且李铁手在衙门里做补偷 每个月的工钱也不少 不过这好日子也没过几年 李铁手在一次执行公务的时候 和一个亡命徒一块掉入山崖生死不明了 秀娘好端端地就成了一个寡妇 要不是他们还有个儿子小宝 秀娘也跳崖为李铁手殉情了 家里默个男人这日子就难过了 刚开始的时候还好 有衙门的抚恤金 母子两人节省些还能勉强过日子 时间一长银子花完了 秀娘不得出门卖些自己种的蔬菜 补贴家用 在以前的时候 女子都是不方便抛头露面的 可秀娘为了养活自己儿子也没有办法 不过她一个女子出门做生意 难免会产生时段 因为秀娘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有很多好色的灯徒子来找秀娘的麻烦 想趁机占些便宜 不过好在李铁手以前是衙门的捕快 而且和其他同事关系出的不错 街上巡博的捕快 每次都会特别关照秀娘的 让一些想占便宜的登途浪子 不敢有什么想法 这样一来秀娘和小宝的生活 还算有个保障 在说孙二狗知道了秀娘的住处之后 带着马三就去秀娘家了 他今天就是给自己去提亲的 不管秀娘愿不愿意 自己是娶定他了 孙二狗心里正美住呢 走到李家庄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小孩 这小孩有十多岁的样子 手里还拿着一个苹果 在哪里啃呢 孙二狗见状就说道 小子 李铁手家怎么走 那孩子看到孙二狗 向自己问话 眼睛白了他一下说道 小爷不知道 孙二狗听后 心里大为恼怒 自己竟然让一个毛头小子给鄙视了 立马就吼道 好小子 毛还没有长权 胆子倒是不小 知不知道我是谁 老子可是大名鼎鼎的飞刀大侠孙二狗 狗爷 说着孙二狗 手里突然变戏法式的 出现了一把飞刀 也许是这小家伙听过孙二狗的名号 也许是让孙二狗手中突然出现的飞刀给吓坏了 吓得撒腿就跑 可孙二狗现在是顽心大气 让马三把那个小孩子给抓到了自己面前 孙二狗拿着手里的飞刀说道 小子现在你双手把苹果举到头顶 然后随便跑 狗爷的飞刀一下子就会把你头顶的苹果给飞穿的 你要是敢不照做的话 这狗爷的飞刀立马就飞入你的眼睛里 让你以后只能当个小瞎子 这时候周围已经被了不少的人了 看到孙二狗在欺负一个小孩子 大家心里都非常的愤怒 但都不敢出面说话 闹不好自己就成了火把子了 上次就是有个家伙管孙二狗的闲事 让孙二狗打断了一条腿 这小孩子听后也非常害怕 不过他现在也没有什么办法 孙二狗是出名的凶残 万一把自己的眼睛给弄瞎了 自己以后怎么生活呀 然后就双手把啃了一半的苹果放在头顶上 疯狂地跑了起来 等着孩子跑出去十几米之外之后 只见孙二狗右手一胎 一道白光朝着那小孩脑袋上的苹果飞去 周围的百姓心里都为那孩子捏了一把冷汗 万一孙二狗的手一抖 或者这孩子跑的路子不对 这飞刀就会要了他的命啊 不过大伙的担心都是多余 只见一道白光闪过 孙二狗的飞刀稳稳地插在那孩子 头顶上苹果上 见状大火才松了一口气 孙二狗却不以为然地走到那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的孩子身边说道 哼 怎么样小子 有没有让狗爷的飞刀绝技给吓到 不过你小子胆实确实不错 要换做别的小家伙早就吓哭了 你竟然没有哭 赶快告诉狗爷 李铁手家怎么走 这时候只见这小家伙站起来说道 你要到我家里干嘛 孙二狗听后都忙了 难道这孩子是李小宝绣娘的儿子 随后就问道 你是李小宝 绣娘是你母亲 小宝说道 对呀 绣娘就是我母亲 不过 我父亲不在家里 不能让陌生的男子进我家 我要保护我母亲 孙二狗听后笑着说道 原来你就是小宝啊 这就是一个误会呀 我今天就是找你娘来提亲的 以后我就是你老子了 跟着我以后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 就在这时候 一个好听的声音传来说道 谁答应嫁给你了 还敢吓唬我儿子 这笔账咱们怎么算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绣娘 孙二狗本来挺恼怒的 在这里还有人敢管自己的闲事 一看来的是绣娘 就笑着说道 小娘子 在咱们这一片狗野我看上的女子 没有人能逃出我的手心 你也不例外 绣娘听后怒道 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 找我丈夫差得远了 要不是他莫回来 轮到你在这里撒野 早把你给抓到衙门去了 孙二狗听后不怒反笑着说道 哈哈 就你那死鬼丈夫 莫说他已经没了 就算他现在站在我面前 我都不怕他 我劝你还是乖乖的从了 不然的你们娘两个没有好果子吃的 秀娘听后就说道 哼 就凭你还想娶我 你要娶我也行 不过得先赢了我 要是输了就不要再来打扰我们母子 孙二狗听后笑着说道 哈哈 小美人 我没有听错吧 你要和我比试 行 比试题目 你随便选 别说我欺负你 要是你赢了我 我孙二狗 也是涂口涂抹 是个丁的男人 以后绝对不会再来打扰你们娘两个 要是你输给我的话 就要嫁给我做媳妇 秀娘听后说道 行 希望你说话算话 咱们就用你最擅长的飞刀比试 孙二狗听后笑得更厉害了 说道 哈哈 小美人 我没有听错吧 你要跟我比试飞刀 这可是你说的 你可不要后悔 说我欺负你 你说说怎么个比法 我无所谓 怎么样都行 大伙一听 秀娘要跟孙二狗 比试飞刀 心里都量了大半截 孙二狗 就是靠着飞刀绝技吃饭的 要跟他比试飞刀绝技 这不是找着输的吗 难不成 秀娘还是什么隐藏的高手不成 这时候秀娘就说道 比试的方法也很简单 你头上也顶个苹果 我用飞刀飞你 如果我能飞中你头顶的苹果 就算我赢 如果我飞不中 就算我输 孙二狗听后 心里大喜 这种飞苹果的绝技 莫个十年八年的 根本练不成 再看秀娘戏皮嫩肉的小手 根本就不是习武的材料 她能飞中自己才怪呢 心里真得意呢 可转念一想 不对 如果秀娘飞不中 苹果飞中了自己 那自己岂不是很危险 然后就说道 行啊 我答应你 不我有个要求 就是我得站在五十步开外 万一你的飞刀飞不中苹果 再飞中了 我就麻烦了 秀娘听后 轻蔑地笑着说道 哼 还以为你是大英雄 原来也是贪生怕死之辈 别说五十步了 你就退到百步之外 我照样能飞中你头顶的苹果 孙二狗听后 心中大喜 百步之外 就秀娘的小体格 估计这飞刀飞刀五十步 就会掉落在地上了 自己岂不是赢定了 难不成这小美人 是故意输给自己的 想到这里 孙二狗对马三大声地说道 去 给狗爷找个大点的苹果 别让小美人看不现了 马三听后 立马就去了 没一会的功夫 就找来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 孙二狗拿着苹果 站到九十步之外 他不能再退了 因为他身后是片树林 自己退到树林里 秀娘就看不到自己了 自己也丢了面子 就大声地说道 我就站这里让你飞 看你怎能输给我的 秀娘健壮就说道 行 你就站在那里不要动 我要开始了 众人见 秀娘从秀口里拿出一把小飞刀 拿在手里把玩了一下 还真像那么回事 大伙这时候都屏住了呼吸 看秀娘如何将飞刀飞 中孙二狗头上的苹果的 只见秀娘将飞刀拿在手里 缓缓地举过了头顶 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突然大伙听到孙二狗那里传来呀的一声尖叫 大伙赶忙朝孙二狗的方向望去 众人还以为是孙二狗 害怕发出的声音呢 可仔细一想不对 这尖叫声分明是一个孩子的叫声 就在大伙四处是谁叫喊的时候 小宝突然从秀娘身后窜了出来 而这时候秀娘已经完成了飞刀动作 他手里的飞刀已经不现了踪影 再看孙二狗头上的苹果是完好无损 就连皮都没有掉一点 这时候孙二狗得意地说道 怎么样秀娘 这下算你输了吧 秀娘却笑着说道 哼 孙二狗你最好转头看看 有什么再说吧 孙二狗转头一看 顿时惊呆了 只见刚踩的站得不远处 一个小树上 有一只大螳螂 被一把小飞刀钉在树上 在痛苦挣扎住 这时候周围的百姓也围了过去 发现了这一情况 大伙都纷纷赞叹 秀娘好功夫啊 俗话说得好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如此长的距离 自己根本就没有看清 秀娘的飞刀是怎么飞过来的 就把自己旁边小树上的螳螂给击中了 这的多深厚的功力才能做到啊 自己在恋上十年也达不到这水平 没想到秀娘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个娇滴滴的小娘子 北地里却是个隐藏的高手 想到这里孙二狗带着马三是灰溜溜的走了 这可真是来的时候有多嚣张 走的时候就有多狼狈 众人见孙二狗灰溜溜的走了之后 都围上来问秀娘是怎么做到的 平日末看来你还是个隐藏的武功高手啊 秀娘只是笑笑 也不说话 带着小宝就回家了 其实这一切都是秀娘早就计划好的 自从那日在街上被孙二狗出言吊戏之后 秀娘就感到不妙 她也听说过孙二狗的为人 对自己肯定不会放手的 所今天故意摆了这么一个局 那被飞刀射中的大螳螂病 不是真的让秀娘射中的 而是她儿子小宝事先捉来的一只 用飞刀钉在哪棵小树上的 当秀娘准备扔飞刀的时候 小宝事先跑到孙二狗不远处 尖叫一声 把大伙的注意力引到孙二狗那里 秀娘就趁机把飞刀藏到了自己的发迹里 当大家回过神的时候 秀娘手里的飞刀已经没了 大伙以为她已经把飞刀给扔了出去 所以就这样秀娘把孙二狗给耍了一顿 回到家后的孙二狗心里是非常郁闷 没想到自己引以为傲的飞刀绝技 在秀娘面前根本就不知一体 自己根本做不到像秀娘那样那么远的距离飞中 一只螳螂的 不过孙二狗有骨不服输的镜头 自己在家里苦练一个月飞刀绝技之后 又去找秀娘了 不过这次秀娘见到孙二狗并不害怕 因为她身后出现了一个让孙二狗胆怯的男人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时评见 再见